为了加强花莲在地农产研发加持应用项目 东华大学与慈济科技大学跨校合作推展USR计划 以花莲市华东部落目前正在推广的鸡脚刺加工产品 而在19号上午两校的人员实地参访了华东部落 并由成品节导览参访部落里的生态园区 而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未来部落能够在专业的辅导之下增添经济产值 日前市长魏嘉贤 以花莲市原住民华东产经观光文化体育协会计划专案经理陈品杰等人 拜会慈济科技大学农业生医研究室 希望藉由慈大三年前成功辅导台东农民种植红林的经验 来辅导目前华东部落正在推广的鸡脚刺加工产品 19号上午一行人也实地参访华东部落 并由成品节导览参访部落里的生态园区 这一两年啊因为接工材来讲 那可能我们也是尽量去开发我们的鸡脚刺去推销 然后这是今年做的产品就是果冻跟那个阳根 阳根是我们用也是用原住民的素材就是素豆去做的 然后这个我们家柠檬 这个果冻我们家柠檬 然后这个加柳橙 因为我们的头脑可能就只有开发到吃 不会啊 很厉害啊 对于华东部落鸡脚刺加值产品的研发 慈科大学生也将这一段日子所研发的结果和大家分享 我们慈科大就利用这段时间 然后想到说啊那鸡脚刺可以做成鸡脚刺乳液 所以今天也就到现场来 带着教部落的居民怎么样制作鸡脚刺乳液 那除了这样子还有鸡脚刺的手工香皂 那也可以应用在生活方面 那除此之外呢鸡脚刺它有很好的功效 所以我们也把它做成QQ圆 那这个QQ圆就可以应用在食品方面很多不同的层次上面这样子 可以吃齁 可以 这都可以吃 这鸡脚酱 蛮好吃的耶 有珍珠奶茶的味道 然后有鸡脚洞 我觉得把这些过去我们刻板印象的食物啊 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我们平常常见的饮品 蛮厉害的 我们可以看到8月19 已经有很多样的产品已经呈现出来 那我们也是希望未来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产品 变成是花蓮特色部落 甚至结合我们地方创生的一个合作开发的模式 让地方 让部落能够创造经济的产值 市长威嘉贤也相当期待 他说无论是保养品或可以使用的产品 经过磁科大的辅导研发 加上东华大学育成中性的行销包装后 都可以变成非常热门的产品 施工所也将会持续争取经费来支持部落 记者刘明胜花蓮市采访报道 lace现象 文員 街物